信實主事 這是他們的精神指標 人性和他們的所有的一些謙虔們 他們都很發心 我們老堂主也是相當的發心 今天能夠在五十多年之後 大家來慶祝大家 大家來共襄 更相盛情 增災取信 人意裡是武昌之道 人性其中佔了兩個人 黃鐵老師有說過 人性佛堂就是人意地本 信實主事 我們要效果我們老堂主 修辦到精神 以公範 以德性 人性佛堂 它的傳承是人孝傳家 佛心運作 在傳承之下 我們大家要多次 學習它的精神跟公範 來禮佛 來讓我們能夠有這個道真理真 我們要在傳承上 五十多年 我們秉俗的祝福 更康慌到道外的傳承 以仁義與性為作指標 我們大家一同來 報恩了宴 感謝天使在這裡來祝福 人性佛堂 生日快樂 盜獲弘展 盛盤如意 大家豬死懦 用熱烈掌聲 謝謝你 我既然來恭喜我們的陳品牙師 伴我們說枕 chamber 祝福的話 以熱哉掌聲 感謝各位同秋今天趁著這個機會來這邊 來為我們幸福來祈求 給我們在這一生一世裡面 能夠好好的過節 不要再犯罰 發生任何不錯的就不好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這麼的同修同祝 大家同修同祝 這樣的話就是我們大家的一家人 所以大家不要迷我彼此 大家的兄弟姐妹 那我們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特別播票的時間來參加 在這個地方感謝各位 也謝謝各位 大家堅持下去 我們一關到不能斷組 一定要連到好幾代 給我們老奸也要 給我們很多的福報 這樣才是 中心 來謝謝各位 你是江一臻 江一臻嗎 連流 我會做成影片 我會做成影片 謝謝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來恭喜我們 六點十字杯 來跟我們講幾句感恩的話 祝福的話 謝謝各位 我們親愛的團主 各位 請見大家 早安 我們今天是人性托堂開堂五十週年紀念 這五十週年真的不簡單 不得了 想起五十週年 這五十年之前的台灣 社會還算是一個 剛剛好要起飛 經濟要起飛的時代 那個時代 民國六十年代 當然是我們時代建設 要開始 大家一般的家人 凡事他們也算好 那這個佛堂 就已經開始這個佛堂 所以那個時候也走過了 經濟的問題 走過了 治安 情治單位的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 或者記得警備總部 把我們下令 禁止我們傳道 五十幾年的時候 傳道的那個時間 有幾年時間 那他過來 有可能開始順利半道 但是順利半道 還是一樣 遭受到很多的警察 檢查的一段某 的取締 或者記得我們苗星道場 有很多的 好幾年 典籃書也好 還有我們前行李 他們呢 都被檢查抓去 抓去之後 有的時候 關了一天 兩天三天都有 可能啊 在各位前行李 有些人 無法去感受到這一點 但是後水 才會感受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後水去中國大陸 一樣啊 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 他那個地方呢 也一樣啊 同樣的類似 或者想 因為 國民黨跟鳳德達是兄弟嘛 你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嘛 你怎麼取締 你們一過到中國大陸 一樣 我就取締嘛 他對宗教 他無法去接受 無法讓我們 很開放的去 傳這個宗教 所以 或者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有些躲躲 常常又躲啊 這裡想要抓我們 我們要想去躲 所以躲過很多次 也逃過很多次 所以有一次呢 後水記得啊 在福建那裡 後水大概有 大概有 一二位一千千過去 那個時候呢 碰到啊 有警察 要來抓 但後水 因為那個時候 就往那裡 在站那裡 感覺好像有點不太近 因為我們 後學就先打個電話 回那個 那個福建的堂主 你喔 先把我們台灣的 一些錢錢 安住到別個地方去 他說 什麼事啊 他說沒有 你照這樣做就好了 他說你有什麼事 等著你不要讓你 我說不是 你也先把它安住 後學往他趕回去 結果趕回來之後 後學看一看 嗯 他都沒有什麼事了 安心都沒有事 感覺到沒有事 結果後面是 後學就 上樓去洗個澡 結果 那個時候 我們的 六位 六位前前呢 都在山頭 啊 在洗澡的時候 欸 或者覺得 真怪怪的 欸 卡通醫院為了不對勁啊 但 後面有好幾個人 在那 講話講話的 結果 那邊算少 趕快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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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燈關進來 那個 檀主看到後 就把電燈關起來 然後嚇一跳 糟糕啊 裡面有人 然後警察 那個公關會看到 結果 有大概有四五位 公關警察 那 那警察呢 就每一間 去看 每一間 都沒有什麼事 沒有 他不知道後車 躲到裡面在洗澡 對不對 那時候 誰想浪費 開門進去的 不知道怎麼放 所以 那個時候 最後呢 這幾個警察 看看 沒有什麼 結果 就到樓下去了 樓下去了 也是一間一間 出場 找到 我們 六位 有錢 他有碰到 這間 他是安律 這間 碰到 這間 那 那個門 回來 一個小小洞 我們 台北 隊長 你看 聽到 哇 都是公關警察 緊張鑰匙 結果 他 警察 去找一些 隔壁鄰居的小洞 來問 有沒有 台灣人來這裡 結果 問不出來 最後 又回去了 回去之後 後車 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 跟他們講 跟他們講 沒事的 我們打個大腦 坐回家就好了 沒事的 結果呢 那天晚上11點 又不來了 公關警 他 絕對是問說 這裡一定有台灣人 結果他做什麼你知道嗎 那唐主的兒子 嚇死人了 那一天晚上 他大概有四五支的 攝影機 你把那個攝影機 全部都拿過來 一支一支一支的檢查 有沒有台灣人住在這裡 就是一支一支檢查 結果 老母公啊 老母 那佛他 那一支 壞掉了 壞掉 上年十倍啊 我們躲過一支 所以那一支都差不多 到最後呢 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 我們一大早 五點多 就出門了 出門的時候 後車就想 因為中國大陸 他那麼有監控性的 很遺憾 所以 後車就想 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搞不好 他也反方向來設定我們 我們是不是要出去 還是怎麼樣 那躲在哪裡 所以後車就馬上去剪一些 那種黑色的布 用那個竹竿 擺在那個竹竿 在上面嘛 一次一次把它遮起來 一次一次把它遮起來 然後門打開 我們就出去 順利出去 所以 響起我們人性佛堂 這個 我們壇主 我們各位前線 也一樣 吃入很多的苦 在這裡祝福大家 我們新佛堂 全體大臣 我們苗星 全體健健的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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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家平安 聖盟主義 感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今天是 感恩的日子 在諸學的心目中 應該是高興的 今天應該是高興的日子 但是 後誰就想聽 麻煩 回想起 五十年前 麻煩 那時候 一個經營 聚位之下 開設了這個佛堂 已經各位點營師移戶在整年 剛才 要點營師有講過 五十年前那個年代 一方面 關烤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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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方面 主要像初學家 經濟能力 實在是他 但是 後學媽媽 有這份自成的心 她一手 徒生起這個佛堂 回想那個年代 那時候的道聽 真的 雖然是關烤那麼 關烤蟲蟲 物質那麼缺乏 但是那時候 道聽的熱情 真的 讓後學很感動 那時候後學 因為現在在廚房那邊 還有一個那個 專長的 瓦房 那個房子 後學的客廳 就是安設佛堂 那時候道聽真的很勇烈 一直拜 每初一十五喔 那時候這條路 還沒有那麼寬闊 而且 再早之前還是那個 黃泥土路 每初一十五 那時候道聽 因為沒有 大家都沒有交流運氣 只有十一路 靠雙腳 每當晚十分 道聽就 陸陸續陸續 自動的來到佛堂 然後參拜初一十五 阿貴是後學一路想起來 真的 後學講過 今天應該是高興的 很高興的日子 但是 後學常在講 今天那是時候 媽媽如果在家 不要說好 但是後學也了解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總之一句話 媽媽實在是 很偉大 也很辛苦 所以 媽媽她 臨終登仙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交代 第一個 就希望我們佛堂 能夠一直延續傳著下去 二方面 希望 我們所有兄弟姐妹 要比媽媽在的時候更好 更和諧 後學聽得真的很感恩 後學講一句 題外話 就是說 媽媽因為 我們道長常常在講 有願就有利 後學是常常在講 真的 母親的力量 她的 她的堅持真的很大 為什麼 後學的三姐今天又來 那個年代 初中就要考了 不是像現在國中讀生 後學三姐她讀書很厲害 寫字也很漂亮 她有考上初步 但是愛於環境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我三姐去完成 那個時候還是叫做初中的時代 阿媽媽她就有一個信念 她就講說 那幾年出來誰 沒有一個讀 意思說那時候是國中 初中阿 阿或是後 那後學到二年還是算高中 她就一個一份堅持 她說 我那幾年來誰 意思說七個小孩阿 沒有一個讀高中她就 意思說她 不甘願阿 她就有這份力量 所以 像後學 後學七姐妹 只有讓後學去讀高中 後學是很敢的 那時候真的想去 那個年的經濟能力 實在太匯乏了 阿由於那時候可以 後學是可以講說 屬於 都是媽媽一手 讀書過來 她為了 喔真的要講 可能講 兩個鐘頭也講不完啦 真的後學只是很感恩 今天 媽媽有這個基因 進入這個道場之後 七 七十幾歲到八十歲之後 她就全心向佛 她說 我凡事 我一輩子那麼辛苦過來了 現在 媽媽凡事不管了 只要給你們自己兄弟去打算 她就全心向佛 她八十幾歲 她一個姻緣際會之下 竹北一個老堂主 真老堂主 開始教她讀那個 開始讀書認知 那一個機嫌之下 獲選媽媽 才懂得 認識字 她就 叫她 意思說去縣政府辦什麼 或是去哪裡 不會像以前都別人家 因為我都不認識媽媽 她很高興 她 那時候 她七十八十幾歲 她每天 都是沒有去別的地方 她就在樓上看 音書 抄金文 霍學實在很佩服 我們千尋都知道 很多金文 那個字 筆畫都很多 但是 霍學媽媽都抄得很工整 而且不會有措置 媽媽常講 她說 我碰到瓶頸的時候 碰到不會 不懂的時候 她就請先佛慈悲佳麟 真的 那基本可能 我律習父還有保留起來 真的 那筆畫很多 不會有措置的 真的很厲害 阿 後學是希望各位前學 今天 張和天然式的 也感謝大家來參與 我們人姓國男 這五十週年姓 阿若是霍學要講感恩的話 真的 講不完 霍學 一輩子 都感恩在心頭啦 所以 今天 雖然是一個 傻喜的日子 霍學就常常想說 今天 媽媽有在 真的不知道有多好 但是霍學 表姐這不可能的事 齁 或許那時候 這一個因緣際會 本來霍學鐵路去退休 是要全心全意 要陪伴媽媽 齁 想去哪裡玩 想去哪裡 或許能夠親自開車帶她去 可是 一個一年機會 霍學鐵路去退休之後 臨時又蓋了一棟房子 有貸款 有經濟壓力 或許想說 趕快再拼個兩三年 把貸款回來 再來陪媽媽 所以 常常常有一句話 行善行孝 不能等 或者真的深深體會到 齁 當我們一個 當我們一個的大縣來臨的時候 不是我們所能想 我們所能做主的 所以 感恩各位 也希望各位前前 齁 能頂時初衷 齁 有始有終走到最後 相信 各位前前 老菩薩 都比霍學了解 我們到 對於我們人生的注意 霍學深深感觸很多 齁 齁 但是 話講回來 我們道場 前前常常都在慈悲講 道的尊貴 它的好處 在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才能夠去體會到它的殊勝 齁 齁 真的 霍學一路也是 現在霍學也是慢慢進入 不是中壯年 是老人 老人家 霍學給人家的感覺 他說問你 請問你八十幾 還好 我們前到霍學不在乎這一塊 九十也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霍學順便來打個唱 有一陣子霍學難得 帶著全家大小 去坐火車 有一個霍學想他應該六十幾歲了 說起來 阿伯請你 這邊給你坐 我說 先生 謝謝你 我還比你年輕 謝謝你 那時候 可能五十還不到吧 所以 我們西哥人的外表怎樣不在乎 只要我們內心世界健康 這是要緊的 真的 今天很感恩的日子 真的 霍學想起媽媽真的是太偉大了 太偉大了 而且他一路引來 而且 各位先生有沒有發覺一個好處 我們修道的人 我們每個人 我們大家求道都說 我們往後我們的靈魂 該歸何處 真的我們今天有這份心樂話 到時候 我們心靈不會有所驅怕 我們心靈就是說 人家 以前有讀書的人 有讀過書的人都知道 他說信仰是我們心靈 信仰也是一種利益啊 所以 霍學感覺啦 今天 很難得 五十周年 在疫情那個現在走到現在 一路走來 真的 霍學很感恩媽媽 很感恩媽媽 謝謝 啊最後祝各位全學 真的 看來是事無意 也感謝各位今天 為霍學人生佛堂 增加不少光彩 謝謝 感恩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今天請我們的大伯母 來看我們 嗨 謝謝唐主 各位 謝謝大家的早安 今天呢 非常感謝大家 幫你們來宣佛堂 我就簡單的說幾句感恩大家 大家這麼發心 也祝我們的道場 好 好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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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這麼踴躍 因為我媽媽指你中 我真的沒有參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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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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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感恩 謝謝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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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謝謝 我 好 各位虔子大家好 好 非常感恩 天恩施的 感謝各位堂主還有各位親信 慈悲在這邊歡迎 歡迎這邊參加我們五十週年的彈慶 後學是從一百零四年進入皇室波堂 後學的二嫂都問後學說 要不要把人性波堂留下來 二嫂我婆婆幫忙弄波堂 波堂那麼快 那時候後學老師還有在上班 這樣子是一個人的嗎 你得過來嗎 可是後來後學有想一想 波堂在我們家已經三十幾年了 那如果說現在離開這個 離開我們家我心裡都會很難過 會覺得很惡惡 沒有一個婆 沒有這個姓婆來扶持 會覺得好像缺少什麼一樣 後來跟先生三娘 先生說好那就把人性波堂留下來 可是後學留下來之後 我覺得其實真理一間佛堂 並不是說很困難 我覺得沒有什麼很簡單 就是把真理初一十五整理一下 所以都覺得沒有什麼困過自己 我之前自己給自己一個壓力 害怕或承接佛堂的一個壓力 所以後學也很感謝我二嫂還有我二哥 把波堂留下來給後學 謝謝 好我們黃糖組的後代 我們的孝贤卿卿 我們是仁仁剛剛有在這 大家早安 好 其實很感謝天然時德拉 因為早上一起來 哇 天空怎麼有點不作美 那時候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其實這邊雨還蠻大的 然後想說哇那麼多前嫌要來 來那個參加我們那個 新佛堂50周年堂慶 然後想說哇下雨了 那前嫌一定會多到 會不會不變 會影響到大家前嫌拉 可能會臨時或什麼 那很感謝大家都 那就是雖然還是有寫毛毛雨 那希望 很感謝大家還是可以來 跟我們就是來這邊參加我們的堂慶 然後看到已經不久 沒有可以在這邊 以前就像我們爸剛才講的 其實以前這邊 補經班什麼都隨便 都三四可能四五十個人以上 那現在已經很久 藉由這個堂慶 又可以讓這個堂慶 就充滿像我們以前的 那個很像的那種道氣 那希望自己今天來的話 我們活動社會在那邊 那就也可以讓大家 那個補照補照這樣子 給佛堂那個先佛補照 然後祝大家 身體健康發持充滿 好 我們謝謝我們 我們三十五個人 我們的 各位大親大家好 早安 早安 該講都講話 我只有感謝大家 今天來我們人性活動 不知道 因為五十周年 那是很簡單 因為 今天講那一段話 因為我還沒嫁過來 後來還沒嫁過來 所以我不瞭解 這個情話 都是聽她講 可是呢 給我嫁過來的時候 我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嫁過來 這個法家 那時候 婆婆就 那時候好像是 很辛苦 我記得我剛嫁過來 他們家真的是很辛苦 要吃那個 豆干 那個豆皮 都沒有 姓滿 整天叫我吃 掛脯 鹹菜乾 什麼掛脯 那個什麼 蘿蔔乾 那些 煮那些 後來剛 剛嫁過來那時候 後來沒有吃素 剛嫁過來那一天 因為我前一天還在吃分 你看 嫁過來那一天 就吃素 吃素 你說 要叫我煮菜 我不會煮 因為我們都用那個 由那個 那個蒜頭來煎 我煮不出來那個菜 我婆婆就跟我說 你煮那個像豬吃 哈哈 那後來就一直慢慢的學習 慢慢的學 寫的寫的 可是 可是煮不出來 因為那個素料 我們不會弄 我想說奇怪 我是吃素 我吃分的 叫我帶我去公司 我不敢帶你知道嗎 我想說 到時候同事笑我說 啊你們吃 吃那個 吃那個 這樣而已 我都不敢帶 我都不敢想 吃不下 我膽不敢 後來 後來就自己去買菜回來 才自己操藥包 然後去買那個 一些豆干做品回來煮 煮一煮 大家吃它 他們才知道說 啊什麼是好吃 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我大嫂說 他作業只有一朵香菇 都沒吃到 我說蛤 做了生個小孩子 一朵香菇 我說你還好 你還有那個什麼 香菇可以吃喔 所以我們家吃素 這個很方便 所以我們就感到高興了 感恩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再熱烈的掌聲 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 1.20杯 來 吃蛋糕 1.20杯 來 人欠佛蘭女士做年慶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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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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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